拿着滴管示范采集手指血液 未来只要一滴血就能测出新冠肺炎病毒 筛检跨国合作 科技部跟丹麦生计公司针对医院筛检研发出一套系统 只要将写滴样本滴进检测碟片 放入检测仪器等待12分钟 就能确认是否呈现阳性 这样操作模式不但能减少医护跟裁剪对象接触风险 准确率还高达九成 台湾这边我们同步也是在跟卫福部进行初步的沟通 如果顺利的话 希望是可以在六月前可以在台湾这边取得证 然后可以在台湾使用 台湾目前采用PCR核酸检测 一次要花四个小时 生计公司研发采用抗体来检测只需12分钟 已经经过15个丹麦样本临床实验 还有200个意大利样本等待测试 但这检测仪能试用亚洲病毒吗 其实还是一样 就是不管是新的开发 你还是必须用在临床的验证上面 我们才知道到底我们开发上面有没有问题 不只生计公司 国外院和国防医学院合作的快筛雏形 也公开亮相 主要是踩上呼吸道检体 滴入滤指靠洪吸现象 接触专一性抗体后 就能知道体内是否有新冠肺炎病毒 测试时间最快只要15分钟 那不会因为临床实验的部分 国内的case比较少 我想三个月内应该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国外院举办技术说明会 也是希望征求厂商进行技术移转 快速完成产品的后续开发 及早上市投入防疫前线 记得孙燕洋侠与SNG台北采访报道